天让你做不成,那是在保护你,别抱怨别生气,世间万物都有定数,得到未必是福,逝去也未必是祸,人生各有渡口,各有个粥,有缘躲不开,无缘碰不到,凡事发生,皆有利于我。 师父说,余生不要和任何人争辩,哪怕别人说,一加一等于六,你都要笑着说,是对的,心大了事就小了,心宽了烦恼就没有了,余生短暂,不要和任何人计较,因为和别人计较的人,自己先不快乐。 师父说,烧香的不一定是善人,乞讨的不一定是穷人,顺着你的不一定是好人,穿衣服的不一定是人,凡事不要只看外表,家财万贯,也买不了太阳下山,身无分文,也不代表日后就没有江山,水不是不知深浅,人不骄不知好坏,人人都有好皮囊,但未必都有好心肠。 师父说,昨天和明天的太阳,都晒不干今天的衣裳,过往不必纠缠,余生无需多虑,时间是最好的良药,一切都会过去,万物皆不完美,人生总有缺憾,开心一点,别说以前,别想也许,别谈如果,别让自己活得那么累。 师父说,别去争,越争心越累,别去怨,越怨心越苦,别去恨,越恨心越气,越来恨去难为了别人,伤的是自己,学会放下,心安才是归处,一念放下,就是拥有,一眼看开,便是幸福。 语书房 语书房 语书房